不生亦不灭,不长亦不断,不亦亦不亦,不来亦不出。 《中论》开篇第一首寄宋就是《八部》,《八部》之中主要是《不生》,《不生》也就是空,空无生八部。 这是本论的中心意志,权论的宗序所在,所以龙树开章名义,把《八部》放在论初。 目的就是用此《八部》灭出八种戏论,说明一切有所得心,是邪非正,一切众生心中所想,口中所说,都是颠倒,都不是佛的正法。 现在要破邪显正,身佛正教,所以把《八部》放在论初。 《八部》既不是描述什么境界,也不是形容什么真理,更不是说,有个既不是生,也不是灭,稀里糊涂,依稀仿佛不可言说,无法思议的东西,而是针对性极强的几句话。 《八部》就是专门破邪显正,就是专门呵斥众生,就是专门扫除一切妖魔鬼怪,就是彻底否定一切邪之邪见。 先解释不,不是否定的意思,反对的意思,呵斥的意思,是不承认的意思,比如对不对,不对,好不好,不好,是不是,不是,行不行,不行。 因此,所谓的不,就是不与一切法,否定一切法,呵斥一切法,不承认一切法,乃至推翻一切法。 不生就是没有生,不灭就是没有灭,不断就是不存在断,不承就是根本没有承,不来不去就是从来没有来去,这八部就是泯灭一切有所得的意思,破除一切邪见的意思,是超觉四句的意思,显明中道的意思。 不生亦不灭,生是出生,灭是灭亡,本无今有这叫生,今有还无这叫灭,世人都说有生有灭。 比如众生从父母生,世界从微尘生,万物从道生,三界游心生,凡天上帝生,物种起源生,诸法因缘生,一切自然生。 乃至从一念无名生,从自性清净生,从妙明真心生,从常住佛性生,从广大圆满生,从虚空法界生,从阿赖耶诗生,从种子现形生,从真空妙有生, 从如来藏性生,从遥遥明明生,从不可思议生,从上帝粒子生,从光阴物质生,从宇宙黑洞生,如是等等,现在一概否定,拒谱承认,没有这些所谓的生死来由,所以叫不生。 有生才有灭,既然没有生,哪里还有灭,尚且没有生死,怎么会有涅槃?所以说,不生亦不灭。 总之,不生就是不承认任何关于生命起源,世界形成的一切理论观点和间接主张。 不常亦不断。 常是本来就有,是常住不灭的意思。 只要是本来就有,常住不灭,乃至真实不虚,实实在在的东西,这就是常。 比如凡天本有,神识不灭,法身常住,佛性永恒,周边杀戒,无处不在,这就是常。 断是断灭的意思,没有的意思。 只要有一个东西可以断灭,可以没有,这就是断。 世人都认为,人死如灯灭,一灭永灭,没有三世因果,这就是断。 又说,本来就有天然之理,有佛无佛,性向常住,这就是常。 另外,有道可求是常见,无道可求是断见,有生死因果是常见,无烦恼菩提是断见,一切实有是常见,万法皆空是断见,离言真实是常见,言说虚往是断见,道不可说是常见,可说非道是断见,有见外道是常见,无见外道是断见,第一异是常见,世地生灭是断见,断出生死是断, 断见,求证涅槃是常见,诸如此类都离不开断肠二见,现在就是要迫持这些断肠斜见,所以说不断不肠,不依义不义,义是一体,义是一体,有人说诸法本体是义,万法纷纭是义,众生同一佛性是义,六道生死差别是义,我与凡天合一是义,真神与我不同是义, 我在身中是义,离身有我是义,生死即捏盘是义,烦恼非菩提是义,理事无爱是义,彼此不同是义,体用不离是义,性向个别是义,曾去大众部主张因果一体,伟师与上座部主张因果一体, 这些意义都是破坏因果道理,现在破此意义,所以说不依不义,不来亦不出,来是从外来,出是从内出,外道说众生从大自在天来是来,灭归自在天去是去,佛法从最初一念无名而来是来,断货正真反本还原是去,生从法界来是来,灭归法界去是去, 世地从因缘生是来,真地灭有为法是去,从真如佛性而来是来,了生托死正法身活是去,六道从世中生是来,转世成智是去,又有外道说苦乐果报都是我自作自受,这是内出,又有外道说男女合合而生众生,四大合合而有万物,这是外来, 提台人说斗中本来有芽,从里生是,这是内出,成乐人说斗中本来没有芽,只是假借因缘而生,这是外来,现在一概否定,详加破斥,所以说不来不出, 世间所有众生,不管是心中所想还是口中所说,没有一样能超出这八种见解,现在破这八件事,就破了一切大小内外有所得人, 三论没有出事之前,像皮坛成实以及有所得的大成人,所言所说都是有所得的生灭断肠,障碍中道违背正法,此论横破八弥,数穷五具,洗净一切颠倒妄想,使一切有所得心必尽清净,所以说不生不灭,乃至不来不出, 能说是因缘,善灭诸细论,第二,叹美人法,能说是因缘,这是赞叹佛有般若智慧,能说八部因缘,能是中道实相,这就是显正,因缘就是眼前的一切因缘法,大小内外都在解释因缘, 外人所说的因缘都是有生有灭,有来有去,非一即异,非断即长,现在所说的因缘,却是不生不灭,不断不长,不依不易,不来不去, 因缘法不生不灭,不断不长,这就是中道实相,所以说能说是因缘,善灭诸细论, 佛说八部因缘,能灭出八种细论,扫荡一切邪剑,让人侮辱大乘,这就是破邪, 只要观察因缘法不生不灭,不断不长,就能远离一切断肠邪剑, 而不需要离开眼前的因缘,另外断出邪剑,所以说善灭诸细论, 现在之所以要说八部,一是为了显示中道,二是为了灭出细论, 八部中道,能解释因缘,能灭出细论,能破邪显正, 论主秉承佛的智慧,善于演说八部因缘,善于灭出八种细论, 所以摩耶经说,龙树然正法剧,灭邪剑创, 愣邪经说,为人说大成,能破有无见,细论有两种, 一是爱论,也就是贪嗔吃满仪等一切烦恼习气, 二是贱论,也就是身贱边贱,贱取贱,贱金取贱, 邪贱等一切邪制邪贱,一般利根喜欢起贱论, 顿根喜欢起爱论,在家喜欢爱论,出家喜欢贱论, 天魔喜欢爱论,外道喜欢贱论, 八部所灭的就是这两种戏论, 所谓的善灭,二成人是断出生死,别求涅槃, 认为有智慧可得,有烦恼可灭, 这是有生有灭,心有取始,不叫善灭, 静明经说,法无戏论, 若言我当见苦断疾正灭修道, 事则戏论,非求法也, 现在佛巧谈因缘生即是寂灭性, 生死性就是涅槃性, 并不是断出生死才正涅槃, 而是观察生死就是涅槃, 所以称善灭诸戏论, 我其手礼佛诸说中第一, 我就是龙树菩萨,手是头手, 把头刻在地上叫其手礼, 这是推功归佛论主致敬, 意思是说,八不中道, 这是佛说,并不是我论主自说, 其手礼佛,一是请佛加护, 因为无生二弟,甚深难解, 只有诸佛才能宣说, 现在论主要造论身经破邪险正, 所以请佛加护, 其次,凡是佛弟子讲经说法, 都是继承佛的衣钵, 仰仗佛的力量, 如果不归至尽, 请佛加护, 要想修行正果, 不但没有可能, 就是说法化人, 也是毫无依据, 所以需要顶礼, 再者, 论主是因为佛悟道的无生乏人, 现在要报答佛恩, 所以礼佛, 再者, 龙树之所以礼佛, 是让外人对八不生起信心, 八不这是佛说, 并非天魔外道, 调达等人所说, 也不是我龙树自己所说, 因为小生人不相信一切法空, 门必尽空, 如刀伤心, 所以推功归佛, 我说你不信, 佛说应当信, 诸说中第一, 诸说就是一切理论学说, 九十六种外道, 属于异端邪说, 违背真理, 破坏实相, 虽然有钱有身, 但是都不能称作第一, 佛法有五种人可以说, 一, 诸天说, 二, 华人说, 三, 生文说, 四, 菩萨说, 五, 诸佛说, 这五种人当中, 只有佛一个人通达实相, 善说法要, 称为第一, 佛说的经典之中, 又有大乘小乘, 小乘不了义, 不叫第一, 大乘了义, 称为第一, 大乘经典当中, 又有无量经术法门, 这八部又是三藏的中心, 佛法的经要, 所以是第一中的第一, 现在之所以这么赞叹, 就是要说, 佛在前面略说八部, 龙树在后面广视八部, 佛说八部, 既然是第一等的经, 论主造论, 就是第一等的论, 现在学这部中论的人, 也就是第一等的人, 如果不是第一等的人, 怎么能学到第一等的论, 如果不是学到第一等的论, 怎么明白第一等的佛法, 如果不明白第一等的佛法, 怎么能见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, 因此, 八部就是佛, 八部就是法, 八部就是僧, 只要明白八部, 就能见到佛法僧三宝, 现在把八部放在论出, 就是为了规敬三宝, 向佛致敬, 因为三宝是规宗之地, 假如不明白八部, 怎么认识三宝, 再者, 这也是为了劝信, 小成人说, 生灭也是佛说, 无生灭也是佛说, 你为什么用无生破生, 论主说, 佛说生灭, 是为了说明不生不灭, 生灭是方便, 并非必一之说, 无生才是真实, 才是最究竟的佛法, 所以这部论穷身极广。